您好 欢迎收看9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花莲现议会19届程序会第28次会议 30号上午由议长张骏 副议长潘岳霞各小组总召出席 县副秘书长饶中等县副一级主管练席 会议一开始副议长就急呼中央 应该宣布预理证为证灾的重灾区 让民众对申请相关的纾困 以及22次临时会追加减预算 是否加入程序会议中进行讨论 程序会一开始副议长潘岳霞 就目前预理证灾情未获得中央的重视 而且并未公告为重灾区 大声疾呼希望中央能够重视地方 在灾害附件所需要的中央资源协助 以及政策的发布 在整个供应链发生这么严重的桥梁 必须要赶快修复 却因为政府没有发布花莲为重灾区 灾损修复的部分无法获得补助 或是银行无息贷款 所以目前必须要有瑞税或池上的一些原物料工厂 赶快要送一些原物料来修建 也造成了各项的工程成本提高 工程又要延期 我在这边呼吁中央政府 是不是可以比照0206的灾后补助 或是无息贷款给我们一些我们的业者 赶快让他恢复正常的营运 因为之后有很多的桥梁断裂 必须要赶快修复 今天这一点是我要讲的重点 请中央政府赶快宣布我们花莲南区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灾区 在程序会中也有议员提出 22次的临时会 花莲县政府提案追加12亿余元 招县议会严审 是否在10月初加开临时会审议 那如果我讲可以的话 那是10月4号 一整天把它整个都往后挪了 或10月5号 因为他那次要解到底有多少的议值 多少的预算要处理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要买快处理 因为这个老实讲 这个对于县政的推动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议长张俊表示 日前以行文给花莲县政府 请县长排定时间进行说明 但是未获得县长的回应 因此会在定期会中 请县长对于追加检议算 进行说明后即可审议 那县长他迟迟没有跟我们议会沟通 说什么时候要来 所以就照这一个时程 那我们是11月1号 11月1号就是可能会延会 那延会以后就是12月2号到11月7号 那我们提早一天审23赌 23赌那就11月3号 一样追加检议算 中央补助款没有关系 追加检议算 还是要县长亲自来说明 如果没有来说明还是不审 记者林杰 花莲县市采访报道